中国股市持续上涨 蜂拥而至的交易提升了券商们的投资收益 同时投资者们还预计中国央行将会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今天与我连线的嘉宾是查塔姆研究所的米考美丹 您对市场对近期数据的反应有何看法 您认为央行何时会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认为银行对近期数据的反应有些过度 暂时也有一些迹象 表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渐的复苏 但是期望值远远还是高于实际能够达到的增长水平 而且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数据表现的十分波动 这也表明该国经济的不稳定 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中国经济正常 而且将会继续保持强劲 可持续平稳增长的势头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在7.5%左右 他强调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只有7%左右 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 在全球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 前段时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 央行宣布降息 这是两年以来的首次降息 虽然央行表示会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 但市场认为降息仍然具备强烈的信号作用 缓解融资成本高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新的降息周期由此开始 我认为央行未来只会使用温和的经济刺激政策 此次降息也体现出了决策者态度的一些变化 之前中国一方面尽全力防止信贷过快增长 及其带来的金融风险 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看到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 因此实施一系列定向宽松货币政策 但这些政策效果并不是很好 因此央行推出了更加普世性的降息政策 我认为明年经济增长会在7.2% 7.3% 未来还会有新的降息发生 但不会激进 下周将会公布贸易账数据以及通胀数据 您对此有何预测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低廉 中国的原油进口不断地增加 这将会刺激中国的进口增长 但鉴于目前中国的国内需求疲软 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估计增长的幅度不会很大 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预计出口数据也不会很好看 今年要实现全年外贸增长的目标估计很难 有两个关键因素 一个是国内的增长是否能够齐稳 另一个是全球的经济是否能够复苏 我觉得就像今年普遍预期 明年的经济增速会下调一样 相应的进出口增长也会顺势下调 明年下调增速将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由于前面提及的大宗商品价格低 中国通胀率数据可能会受此影响 上个月通货膨胀率达到过新低 只有1.6% 与官方目标3.5%相差巨大 这也引发了人们对通货紧缩的担忧 由于油价崩盘 房价下跌 还有产能收缩以及货币升值 这一切都指向了收缩的风险 不久前中国央行下调利率 相比也是迫于防止通货紧缩风险的因素在内 预计本月的通胀数据 会出现小幅回升 政策制定者也会继续温和地实行后续政策 米卡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播报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